半老耶 才吃一碗饭罢了 就这样脏了 哎呦 很不舒服咧 这么感觉要吐要吐的 整个喉咙酸酸痛痛 哎 很可厉哦 这么胸口这样闷得 整个火烧心这样 哎呦 很难呼吸 很难呼吸 夹拉夹拉 这是真的痛了 好像有东西转动这样 哇 痛 这些如果你全部都有的话 我们营养师教你三招 日常小妙招来缓解 第一 饭后三十分钟 不要马上坐下来 要站着慢慢的走动 可以帮助 胃部的蠕动促进消化 难怪啦 我每次吃饱哦 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了 哦 有消失有消啦 但是哦 你每次要我三餐吃完这样蘸啊 我真是没大喊咧 好啦 不然这样 第二个方法也是有效的 那就是 关好嘴巴 不要乱乱吃东西咯 甜的不要吃 比如 太热的也不要吃 脏味 茶也不可以 咖啡也不可以 牛奶更是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吃的有 粥啊 馒头啊 通通水水啊 比较软的蔬菜啊 这样多好吃的我都没有可以吃 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哎哟 我还是去厨师买味药吃不要啊 要不然很辛苦啊 安哥 你不要乱乱来啊 如果你没有看到 像这种抑制胃酸的药 长期服用 反而会让你的胃酸生命不足 到时候更加难消化 食物全部卡在胃里啊 像这种的话 是碱性用来综合胃酸 但是 只是属于零食一级的药物而已 药效只有两小时 根本治掉不治本 吃多了还伤胜肝脏 得不偿失 唉 这些药诶 只是短期减期症状 却不能够帮你保卫养胃 不吃又重来复发 有什么用咧 到底有什么方法 不要让我的胃酱折磨我 有 就是这个GKT安中山 这个安中山 50年的历史 已经在日本台湾 被列为保健的范畴 成功引进马来西亚 成为全马第一个 纯中药来治疗受伤的胃部 有帮助了2万名大马人 从根部保护问题 保护胃是天然的保健品 不管你是吃家里煮 还是外面的食物 只要饭后来一粒 一个疗程马上看到改善 而且根本不需要担心 好了时候 是不是要继续的吃下去 因为它是纯天然的 完全没有依赖性 里面呢 就有7种中药成分 不只是专门保护胃黏膜的时候 同时还帮你综合胃酸 不管你是胃酸倒流 火烧心 胃脏器 消化不了胃痛 都可以解决 而且是温和有效的那种 你知道为什么你吃这么多胃药 一直不会好吗 因为药物只是综合胃酸 却没有办法帮你真正修复 胃黏膜破洞的问题啊 也就是胃贵痒 当胃黏膜破洞 胃酸还是会跑进胃里面破坏胃部 所以你要做的 首先必须是修复胃黏膜 其实啦 换一个思路 你只需要就是养好胃 修复好这个胃黏膜 强化它 让你回到年轻时的胃 你看你年轻时的胃 哪里需要你吃饱后沾 然后忌口这么多 甚至还要吃药呢 而且这个胃中伞已经被KKM医药局认证 认证码就在这里 你知道吗 有胃溃疡 还有12指肠胃溃疡的治疗里面呢 这些患者不用胃中伞后 做了胃镜跟活检 发现有效抗复率是95.46% 甚至治疗虚寒型的胃痛 有效率也是高达87.8% 所以尤其吃进身体的保健品 真的一定要找有政府认证的 而且胃中伞这么多的临床研究诊诊 多到数不清的案例还有研究 有足够的证明真的可以很放心 两味的中药全部浓缩在一粒里面 我们使用高温处理 保留100%的药性 不用你去中药行一个一个抓药 又不用熬煮 不会发霉 也不会有虫煮 而且还可以随身携带 吃饱后马上配水吃一粒 马上就可以舒缓了哦 哎呀不要讲这样多 快点拿给我吃 拿去啦 等一下 真的有效的嘛 今天拿来看一下 那你一定要看他们的光网哦 有这么多好的好评 甚至有些人老胃病了10年 都好到七七八八了 回头找我们买 还介绍很多给家人朋友 胃部问题舒缓了很多 Uncle GKB安中山的Facebook page 很常会分享胃部资讯的 如果你PM的话 还会有真人营养师 这是robot回复啊 他们会在线帮助你 让你更了解你的胃部要怎么保护 而且现在有买三送三哦 你自己PM他们啦 他们会专业帮助你的 教你怎么吃 养胃 还有给你货到付款哦 哈喽GKB啊 我听说你们这个安中山呢 是可以付费保卫是吗 我想要买其他来试看 买三送三优惠 很快就要没有了 赶快很快